《紐約龍年大遊行喜慶震撼》 2024年2月10日,王力甲晨龍年晶月大年初一,美國紐約溫暖如春。 法拉盛的街頭寬天起地,人群從四面八方湧來,把面皆為左個女三層外三層, 增相觀看紐約市最大華人聚居第一年一度的新年大遊行。作為壓軸的法輪功隊伍龐大、壯觀,令華人觀眾感到自豪。 今年法輪大法團隊的花車設計選擇了古典優美的風格。威武的天國樂團依然浩浩蕩蕩,通過演奏為觀眾傳遞真、善、忍的福音。 法輪功至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從中國傳出,目前已宏傳到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榮獲世界各國和地區政府的五千多項報獎,深受世界人們的喜愛和尊敬。熱鬧的遊行隊伍中法輪功隊伍是人數最多、最搶眼的部分。 色彩鮮艷的花車、服飾以及寫滿祝福的角色橫幅給街道和社區增添了喜慶和詳細的氣氛。 法輪大法紐約佛學會負責人以中原表示,法輪功在法拉城社區是特別活躍的修煉團體。 給社區帶來和諧,健康與希望。我們把真、善、忍的光輝帶給所有的社區民眾,包括整個紐約和全球的民眾。 新老移民,中西民眾都被法輪功的遊行隊伍所震撼。 是中國新年的第一日,大眾紛紛表達對法輪功學員的美好祝願,這些是我們中國人的自豪,非常傳統,具有中國人的特色。 我希望法輪功真、善、忍的價值觀傳片全世界,希望法輪功早日回到中國。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法輪功這個遊行隊伍,他代表這個東方這樣的一個古老文化。 中國民主黨常務副主席介立健說,當我將這個視頻錄下來,我況是推特,好多人轉發點讚。 呂美華人李奈菲說,其實我過去幾年都有看到遊行,就是覺得他們,一看就覺得好感動。 那麼盛大,那麼有規模,真是好難得啦。 警官卡斯決已經連續14年觀看法輪功的遊行,他敢蓋敢講,好靚。 有大陸民眾第一次在海外觀看法輪大法的遊行,感到非常震撼,表達對法輪功的喜愛。 去年來美的大陸鄉村醫生張艷說,法輪功在中國是被迫害的一個信仰團體,所以我們在這裏看到法輪功能夠這樣,光明正大的遊行,這樣成大的一個隊伍,我們心裡是非常震撼,非常激動的。 他帶著兩個小孩子興奮那麼是遊行隊伍前拍照。 美國有自由,有人權,法輪功正大光明,就是讓我震撼的地方。 張艷覺得,和平的,手無寸鐵的法輪功學員遭到中共的殘酷打壓,甚至被活摘器官,令人憤慨。 講到這裏,他想哭,難過禁話,這樣體現了中共的殘暴,讓我們知道中共是說謊,騙人的,他迷惑我們,和我們洗腦。 在大年初一,張艷想對法輪功學員說,你們真是好辛苦,你們不單止為了自己的信仰,你們也為整個中國民眾帶來福分,我們看到你們吃的苦都覺醒了,知道中共的殘暴,這個政權不是大家要的,他注定是要滅亡的。 另一位新移民李青都是第一次看到海外法輪功的遊行,他覺得,好欣慰。 我是國外知道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那時,我非常憤怒,今天看到法輪功這麼壯大,偉大,我心裡非常欣慰。 他說,真、善、忍的價值觀對於美國,對於世界,都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法輪功搞這樣的活動很有意義。 李青希望這些遊行早日返到中國,同時我希望法輪功學員越來越多,這些遊行能夠全遍全世界。 剛來美國一個多月的江西老闆道先生一直忙著錄影法輪功的遊行隊伍。 他說,法輪功最代表中國傳統文化。 這些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 可惜我們中國已經沒有這些傳統文化。 他說,我希望法輪功越來越好。 我希望中國人知道這些真相。 剛來美國第一次就帶兒子來看遊行的江蘇國生說,法輪功的遊行隊伍一過來,就有濃濃的過年氣氛,好到極。 那麼多人出來遊行,勇氣可嘉。 我祝他們新年快樂。 老移民說,法輪功遊行隊伍最美,法輪大發好。 一對來自廣東的麥先生夫婦多次看法輪功的遊行。 他們說法輪功的隊伍最多、最美。 我們喜歡真、善、忍、喜歡神韻演出。 麥太華,法輪大發好。 麥先生說,我希望法輪功發揚光大。 人數越來越多。 一位張先生一直被法輪功隊伍拍照, 他覺得這些才是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遊行。 他說,好壯觀。 好壯觀。 這些才是中國文化的傳統, 將中國人系美國的真實生活展現出來, 很好的一個舉動。 我祝這裏的華人系新一年生活得更加美好。 一位姓王的福建籍裝修師傅看到法輪功的隊伍非常興奮。 他拍視頻要傳給國內的親朋好友。 這些是中國看不到的,法輪功的隊伍最好、最美, 他們做得好好。 他說,我希望他們越來越好,越來越壯大。 一位從布陸輪搬來的福建老移民王女士帶著一班孫仔來看遊行, 他說,大人小孩都喜歡,法輪功的隊伍最長。 祝法輪功越來越好,一年比一年好。 一位來自哥倫比亞的法拉城居民馬利亞加爾維斯一邊拍照一邊驚呼, 很漂亮。 很漂亮。 當他看到法輪功學員手舉真、善、忍橫幅時, 他說,這些價值觀是好的,是重要的。 另一位法拉城居民維克多嘉賓是經常看遊行的人, 他一邊拍一邊讚嘆,很漂亮。 沒得談。 他留意到法輪功學員經常參加各種遊行, 他說,很好,真是沒得談。 這個遊行是非常大的遊行,包括正要和所有人都來看, 他們法輪功學員每年都參加法拉城的遊行城市, 他們對社區好有好處。 他說,他以前就錄影過法輪功遊行,真、善、忍對美國社區、 對美國社會都有益處。